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选定主题后 开始邀请两岸书画家一起共游 让艺术家能亲近三水 在美景当前透过写声 作诗 拍摄等方式采封 之后透过共同创作方式 将三水景色 绘制在十二尺圈纸上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主题为福建省武夷山 这里以丹霞地貌闻名 大王峰 玉女峰 田游峰 紫阳书院等著名景点 出落在九区西两岸 此外也是中国名茶大红袍的故乡 在三明水秀的景色下 让参与本次采封的艺术家们 有限许多创作灵感 今年参与的书画名家 有31位来自台湾 有20位来自中国 创作出110余幅作品 本次参与创作者之一的莲胜严老师 于10月9日带着书法班学生前往参观 并与琪女莲月芬老师一同分享 今年赴武夷山采封的点点滴滴 最后由汉子专家孙迪先生 分享研究宣纸心得 并让大家亲身体验 采用传统技法制作出来的宣纸辉航 并且用传统技法制作出来的宣纸辉航 江山如此多交 两岸艺术家 共会武夷山作品展 自10月1日起 至10月20日止 在台北市巴德路 四段321号五楼 江山如此多交 艺术馆展出 开放时间为 每日上午11点 至下午5点 每周一修馆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前往参观 公民记者 魏学姐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